走进南楼古巷胡同人家 看居民换人以信的生活 我觉得像民宿一样 是吗 非常的有情调 看了以后眼前一亮 设计师眼中的前门北京方 古老商业街区 如何实现古今交融 两个建筑之间的 它是一个对比 正好对着国家金风宝单位 叫做千香义 所以就做了一个 具有学员派风格的古典的住廊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 第67集 北京古城的复兴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大运河试制组 继续行走在北京 我们来到低安门外大街 马路中间坐落着一座 汉白玉古桥 这就是万宁桥 它的西侧是石刹海 向东望去则是玉河 在元代人们称它通汇河 万宁桥与元大渡的营建 密切相关 北京临河大学的教授 张宝秀为我们讲解 张老师我们现在是 走在万宁桥上 这个万宁桥跟玉河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万宁桥呢 是玉河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桥 现在叫石刹海 以前呢在元代的时候叫海子 或者叫积水潭 这个点呢就是这个海子 这个积水潭最靠东岸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元大都的规划设计者 刘炳中呢 就选择了最东岸的这个点 然后进行了测量 确定了这个元大都的中轴线 元大都的中轴线的北端点 就是现在古楼在的地方 古楼当时就是元大都的 叫中心阁 它就确定了这个大都城的 南北东西距离 从这个中心阁到元大都的 北城墙到南城墙是等距离的 向东向西呢距离也大致相等 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 这个元大都城 那么这个点就是确定这条中轴线 从元大都的地图可以看出 城市环绕积水潭而建 万宁桥正好处在中轴线 与通汇河的交汇处 元大万宁桥又叫天桥 元氏祖忽必烈曾从桥上走过 在1292年的时候呢 这个郭守静就主持修了这条通汇河 春天动工 第二年的秋天 就是1293年的秋天 治元30年的时候竣工了 然后忽必烈呢 就是从元上都回来 那时候元也是两都制 上都现在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回来路过这个地方 发现它叫竹炉碧水大跃 就是船尾船首连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帆和船都把水面盖住了 就次名叫通汇河 就是通达汇集天下 这样一个意思 然而通汇河最后一公里的通航 并不容易 由于地时落差高达两米 为了让船只能够逆流而上 元带接触的水里专家郭守静 设置了三座桥闸 万宁桥的澄青上闸 东部压桥的澄青中闸 以及望云桥的澄青下闸 三闸一组 逐脊调节水位 我们来到澄青中闸 走着走着就看不到玉河了 但实际上我们身边 这应该还是玉河 这就是玉河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 叫东部压桥 这个考古遗址是在07年的时候 开始考古发掘到08年 所以那边刚才我们看到 有一个石头是徐平方先生 在07年提的 叫通汇河 玉河遗址 所以元代叫通汇河 明代就是玉河 这个水就到了那个桥 就是浮香桥下 这边就让我们把这个遗址 能看得比较清楚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宽度 就是当时这个河道的宽度 对对对 这就是它的地岸 我们现在站在是它的这个东笔 那边就是它的西笔 其实这样看的话 不是特别的宽 还是相对来说 很蜿蜒的一条小河 它是跟这个金航大运河不能比 金航大运河走的那个大巢船 到了这个通州 它就会变成 转成小船 小船再通过这个河进到城里面来 水路的贯通 加锁了圆达渡的引建 通汇河两岸兴起了许多民居和市场 据记载 石刹海周边有三十多个集市 居民区中最知名的要素 南螺古巷 它的历史已经有七百四十多年 还完好的保留着元代胡同基礼和四合院风貌 张老师 其实我们现在走到南螺古巷来了 这个玉河的北岸 就是南螺古巷的这个街区 东北 对 在元代的时候 它是在这个皇城的外面 皇城的外面的东北部 它是一个住宅区 它这个横平树直 这是树直的南螺古 南螺古巷是这个一个主巷在这里面 它两边就是有一些胡同 东西各有八条胡同 就那种鱼鼓状的 然后这个地方中间高一点 周边低 所以它本来是叫螺锅的意思 后来就慢慢演化成叫螺古巷 而且这是南段 就叫南螺古巷 可能经历了这些时间的变迁 然后也有一些变化 但实际上整个这个南螺古巷 这个街区的基礼 还可以代表元代时期 元大都的城市 对对对 就元大都的这个 比较核心的这个住宅区 这个格局 至于这个基礼是基本保持没变 至于延伸到现在 保持到现在 也挺难得的 700多年历史了 在北京成立 还有这么一片 南螺古巷的主街不到800米长 两侧分布着873个原落 其中有多座王府和名人故居 从20世纪90年代起 南螺古巷就成为北京热门的旅游景区 除了络移布局的游客 这里还生活着大量的本地居民 近60年来 由于居住人口急剧增长 许多院落里盖起了自建房 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 微房 积水和漏雨的问题 困扰着胡同人家 2015年 北京市东城区政府 对福祥 苏伊 茂儿 羽儿等四条胡同 进行修缮整治 老胡同焕然一新 我们走进羽儿胡同30号圆 探访羽儿人家 院子里面还静悄悄的 其实我以前看过这个四合院 但是像羽儿人家 这个这么漂亮的四合院 还是第一次见的 从大爷家是住在这个里面 我们去看看 您好 您好 早上好 从大爷 早上好 您这么早就开始整理院子了 对 习惯了 每天早上都六点多钟吧 七十岁的崇宝才 是羽儿胡同的老军民 他说 原本院子里居住着十四户人家 搬迁了十岸户 留下两户军民 拆除了自建房 整修了院子 才恢复有天鹏 鱼缸 石榴树的北京传统四合院风貌 我是八十年代翻过来的 住了三十多年 原来因为各家各户户房困难 所以他这个房子都往前借一块 南房也借 北房也借 大概其实剩了有个一米多块的一通道 就自己搭出来一块 为了房子稍微宽敞点 对 对 对 像您说的那个时候大家一块住 是不是这样一扇门就是一家呀 对 对 就是一间屋的这个 就是一户 最多的时候这个屋子里得住多少人 你像我们家是住三口 看看一眼三口 这房子都不大 这房子都是十米 十平 崇大爷说 如今的四合院有面也有理 屋里的变化也很惊人 这边其实相当于一个小的会客厅也是卧室了 这是我的卧室 就是我在这睡 阿姨在里边吗 在里边呢 您好 在这做手工呢 走 我跟您进去 你好 我这不就是没事的闲子吗 就是有好多线我就给它勾起来 勾起来 这是做什么垫子呢 在这 搁外边脚踏的 然后铺在沙发上也行 不知道啊 也行 我进来我感觉这间屋是不是比那间屋还稍微大一点 小 小一点 对对对 可能没摆那个小沙发是吧 然后感觉空间多了 这屋没有那么多东西 原本这个四合院是清打衙门的马厩 结构不规整 一道雨季 屋顶漏水 墙面渗水 院中积水 施工单位用新技术和新材料 解决了防潮 隔音等问题 这个房子还有老的结构在里面吗 就这点 从这儿 从这儿顶那儿 往这儿 原来就这么大 十米 等于还是给您拓宽了一些 对对 拓宽一点 所以这会儿呢 比以前应该算下来是大了好几个平米呢 大概怎么可以大个三个平米吧 没建房子 满意啊 难道满意啊 我这跟过去比 你看 我不是跟你说 原来我就这么大平米 三口人 嗯 现在你看我这不是宽着多了 是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空间了 用词叫天壤之别 就是这个意思 用在这儿就非常合适了 过去 居民要到胡同口上公共色索 这次改造 首要解决的是除未雨进屋 在屋内加装两个建筑模块 以及铺设了一整套雨污管线系统 搬迁腾退出来的房间 政府以公租房的价格租给冲大业 一家三口都有了独立的房间 现在院里就住着两户人家 其他的屋子做什么用呢 其他屋子都是我们范儿处 社区搞些活动 你看这个文心书馆 就是个小小图书馆 小小图书馆 让这个金飞看个书 嗯 这叫一商短格 就是经营在这儿 商了一些街道的事 开个经营会 嗯 怀香客厅 怀香客厅 我们也老街坊聚在一起 吃个饭 进来看看 里面坐着人呢 一块进去看看 您好叔叔阿姨 你好 欢迎欢迎 谢谢 都在摘菜呢 请坐 请坐 好 这个为什么要在院里来 做一个这种公共的餐厅呢 这不是按照习主席说的 留住记忆 留住相情吗 我们老邻居呢 没事就聚在一起 聊聊天 喝喝茶 吃个饭 雨儿人家是胡同共生院的代表 它包含新老建筑共生 居民共生和文化共生三层含义 为了实现居民共生 政府决定把30号远腾退出的房屋 开辟成公共空间 社区居民可以预约使用 这个呢就是招待我们搬走了好多那个老居民 回来没地聚会啊 完了说提供这么一个场所 可能原来大家那个屋子里头空间不够大 来那么多人坐不下呢 对对对对 那天好坐院里还行 万一到冬天怎么办呢 但这儿就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了 还是年轻人理解的就是 您说话我才看见这后面还贴着照片 常回家看看 对是 您愿意这样吗 这是不是有点闹呀 这都是大人 还有那么闹 没事 现在正需要热闹呢 交付使用之后 社区组织外境的居民回房 30多位老街坊在共生院里包饺子 庆祝新年 大家聊天叙旧 不少人还流下眼泪 把好多搬走了的居民都给叫回来了 完了吃了一顿那饺子宴 大家伙特别高兴 刚让我们度过了真的难忘的一天 说要不是说住房紧张 说得真不想走 都特别留恋我们留在这里的 我看您现在说起来 其实还有点激动呢 对吧 休奇已兴的家 让留住居民倍感珍惜 他们说过去盼着离开胡同 现在却以留下为骄傲 不少人主动参与小巷的治理和仪式 为游客做免费导览 还用心装点共生院的每个房间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这老物件 这电视机还有呢 或者呢 这个就是我们居民那个 希望我们自己家里捐出来的 家里的老物件 这个给我感觉 这也是幸福的 因为过去吧 就是算工资几十块钱的时候 可能买一个电视机 就是要我一个月的工资 那就是有了心理以后 这个又省得了 正好咱们社区搞这个活动 我们就捐到这儿了 一商暖阁是一间会议室 居民会议 社区活动经常在这里举办 争取来的老物件 让这个房间变得温暖 哦 糖瓷盘子 糖瓷盘子 应该有烧喜字 这有一对 我没舍得 我家里还留了一个 把这个捐给社区了 摆在这儿留纪念 对 哎呀 这什么东西都有啊 都有 你看到 是个相机 还有老秤杆子都在这儿留着 算了 对 算了 不过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面墙 我跟你来逛逛 哎呀 这个电视机 从我们家搬出来的 那个记忆 那段时间的那个日子 就全回来的感觉 这一天 小院主人崇大爷下厨 做一道红烧鱼招待邻居 现代化的厨房 大家用得很顺手 可以容纳十多人 吃一顿温情的家宴 每周共生院还会举办社区活动 浓郁的新维文化 吸引年轻人重回四合院 活动名额经常一枪而空 人们说 老胡同里的新生活正在继续 玉河边的羽儿胡同 传统文化在四合院中 重获新生 一种是建筑形式的保护 还有一种是北京的居民 这种生活场景的保护 让北京的流入居民 能够积极参与到 北京这个旧城保护当中去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67集 北京古城的复兴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大运河试制组 继续行走在羽儿胡同 30号贡生园在南罗古巷 算得上家喻户晓 不经一间 崇宝才成了贡生园的大运人 接受过很多媒体采访 他说 生活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 尤其是贡生园这个概念 他们一家也在适应中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这房子刚刚改造之初 就告诉您这院 可能改成贡生园吗 他是就说共生院 距离怎么共生 当时没有 当时最早的时候 他还是打算是往外租的 比如说租给一些高端人才 北京市引进的 在这个院住 实际那方我也挺满意 因为有我这老北京 再加上你们这些新北京 故能在这院里住 我也满意 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缩和改造中 北京市几年前就鼓励通过申请式改善 来提升居民的居住条件 这也是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举措 与儿互动的改造就是如此 所谓申请式改善 居民可以选择签出四合园 住进安置新房 也可以选择留下 南罗古巷四条胡同 662户人家 有447户选择外迁 住进北武广的楼房 搬迁上楼 是胡同人家多年的心愿 而崇大一家留下 却有特殊的原因 你看我是肾癌 我做手术 我是内管期肾癌 我们老伴要追肩盘出桌 也是做完手术 我儿子当时在北大医院做这透析 一周三次透析 你说要搬到五环外边 这路途太远了 当初那么多人慌慌全要走 当然我也是那东西想走 可是你回想自己的困难 你走不了 由于原来的住房面积太小 按照腾推政策 崇大也只能置换 60平方米的一局势 对一家三口而言还是局促 于是他们考虑再三 决定留下 看着邻居们纷纷搬走 他们心里很不识滋味 搬迁了十二户居民的三十号园 最终改造为共生园 成为北京胡同改造的试点 现在想起来还是这样好 没走好 没走合适 住平房你有接地气 你看那这小朋友都好 你想做点什么 你这怎么说这个 实际咱们原来也非常羡慕他们 住楼房 现在他们那老姊妹们回来都羡慕我 像我你看你有这么大院子 这个活动空间这么大 实际楼房有的设备 我们现在也都有 如今家人的身体正在康复 他们在老胡同里继续新的生活 除了三十号远共生园 女儿胡同的其他远落 也改造出不同的样本 这边就是您家 季鸿居住在十四号远 她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 这小院真漂亮 我是从这个门口进来的时候 还觉得确实是人家 但是要是真的这样走进来 往后一看 我觉得像民宿一样 是吗 非常的有情调 对对 看了以后眼前一亮 这个全部都是设计师帮您设计的吗 还是其实也有您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们只是设计房子 然后大的那种结构 主要是下面这些花花草草啊 什么东西 都是我和我们家老杨一块儿种的 我看这都长出了 这是小辣椒是吗 对 小辣椒 好多种不同的辣椒 对对 而且现在我们来这些正好 正红呢 像小花朵一样 这好舒服 十四号院里 原本居住着十二户居民 搬迁堂腿之后 有三户人家选择留下 过载的四合院瘦身成功 针对不同的院路特点和居住需求 设计师拿出了个性化的设计方案 谢谢 这么漂亮呀 这个就是一个小客厅 是吗 对 就是小门厅的 然后这个是卫生间 然后这边厨房 这个厨房 对 其实原来老四合院 要想有个这样小门厅 是不是特别难呢 很难 那会儿就是没有地方 所以老百姓都搭那种资电房 就是为了解决 延伸一下 对 延伸一下解决这种功能 后来改善了呢 就把这些功能都加上了 我觉得这个真是挺好的 解决老百姓的大问题 卧室呢也在这边 来看看看一下 来 也是很漂亮的 特别明亮 四季都朝阳 冬暖夏凉 你看现在吧 开始凉了 太阳能照进来 但是天冷的时候 它能照在这个位置 就是阳光能近特别深 然后夏天的时候 它太阳很高嘛 它晒不到的 只晒到外面窗台 所以这个屋子我们现在的感觉 采光很好 并且现在本身玻璃也做的 窗户做得特别大 很大 对 就是我这个光线什么阳光都很充足 季红一家在胡同里居住了五代 两间原始住房 有27平方米 她在院中搭建了20平方米的自建房 用作客厅和厨房 为了恢复四合院的整体格局 她必须拆除自建房 相当于减少一半的室内面积 换去户外公共空间 对她而言非常难以抉择 那会儿也是 就是说为了提升吧 把这个自建要拆了 真心疼 真舍不得 一个是说自己费了那么多心血 把这房子盖起来了 二一个就是说我住了那么多年 我有这种感情在里面 现在我都能想象出以前 在那里面做饭什么那种样子 哎呀 现在说起来 就还有一点闪内花 毕竟在里面那么长时间了 那是怎么说服您 让您觉得拆吧 这一方面是说政府这个 她做这些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也是想吧 你这个自建房 它毕竟时间长了以后 比方说夏天雨大了它会漏 冬天洗澡也会冷 所以还是改吧 改完以后呢把除了夹在屋子里面 就比以前保暖了也干净了 卫生了 感觉呢还是长痛不如短痛 还是改吧 还是拆吧 拆掉自建房 换来了阳光和绿色 季红以每月400元的价格 配租了隔壁堂腿的房间 终于有了两室一厅的家 我刚进来阿姨特别可爱 阿姨跟我说最大的变化 我今年可是晒黑了 确实是晒黑了 在这坐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然后听一听外面走过人群 说一下这家的大门可真好看呀 其实也是一种新生活了 对 是这样 而且有的时候跟他们纠正一下 他们经常把门上那几个字念错 所以也成为义无疆解缘了 通过修缠留住老样子 通过整治赋予新生命 这是北京老胡同治理的目标 让四合院成为文化共胜的场所 深情是改善的实现 离不开各方努力 项目实施单位京城集团的负责人 王秋良告诉我们 四条胡同 56个院罗的修缠整治 花费了四年时间 实际上大家来看胡同 最想看到的就是那种鲜活的生活 对 其实北京的胡同的保护 一种是建筑形式的保护 还有一种是北京的居民 这种生活场景的保护 你像我们在这次改造当中 特别注重了流入居民的改善条件 那么我们也首先提出了建筑共生 文化共生 还有居民共生 那么文化共生呢 就是今后的就是北京的文化 那么要怎么样传承下去 那么要怎么和新的居民去融合 那么我们居民的共生呢 就像我们三十号院吧 那么我们留下两户居民 那么我们办了一个雨儿之家 那么本地区的老百姓呢 可以到这雨儿之家去活动 那么这有一个居民的一个互动 这儿呢 让北京的流入居民 老百姓也能够积极参与到 北京这个旧城保护当中去 雨儿胡同二十号院 原本属于一所寺庙 它是在边角地带盖起的杂院 基础设施简陋 居住着许多困难户 大部分人不愿意搬走 针对这个院落 设计师和施工单位有了创新的方案 这边也是一个改造 但这个感觉这个好像很窄了 这个墙就是六十六七十年代 那团的斗关墙 那么在不影响安全的结构下呢 我们就给它保留了 你像这边呢 就是老百姓原来的自建房 那居住面积比较小 但是呢 要想改善它的这种生活条件呢 就是需要在它的自建房里 加装一些储位设施 可是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楼梯下来了 那个平时下雨 这个地方不会积水吗 这个院呢 应该说不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 这院原来的这个19户居民 它的腾配比例相对比较少 还有留下12户居民 那么就在这种条件下 就是刚才我说的 利用了一些这个比较规整的自建房 加了一些储位的模块 那么排水呢 过去呢 这个院呢 是这个低窑院 那么这次改造当中呢 我们加了线性排水 哦 就是这个 对对 这个是线性排水 这样的话呢 这个雨水呢 通过这个线性排水呢 就能够顺正地排出去 所以它就不再积水了 排水管道污水处理设备改造后 全部接入市政管线 施工中采用新技术 和传统工艺相结合 最大限度地保留老材料 老构建 把过去修复文物古建的 绣花功夫用在这里 施工单位总结这次的修缮过程 出展了东城区 老城房屋修缮中 老材料 老构建收集 及实用管理 再行办法 为旧城改造 提供了宝贵经验 王秋良说 为了加快进度 项目部六十多人 分为八个工作组 扎在胡同里 日夜工作 他们称之为 五加二 百加黑 但整个过程当中 您觉得最难做的是什么呢 要说难也挺难的 难在呢 就是一些这个 跟老百姓要做工作 跟这个居民要做工作 因为居民嘛 各种诉求都有 各种愿望也有 那么怎么样达到一种平衡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难题 其实我看到 您跟好多街坊 也打招呼都认识他们 这个是这些年来 积攒下来的友情吗 应该说是 因为我们项目部 这十几个人呢 是几乎是天天泡在 这四条胡同里头 那么这几年的时间吧 我觉得大家 这个脸晒黑了 工作能力增强了 那么特别是呢 跟老百姓这种关系 也是非常的融强 王秋良说 让走的老百姓高兴 留下的也高兴 是他们的工作目标 东城区政府曾表示 希望南螺骨巷 打造出城市更新的样子 为北京老城的保护和修复 起到引领作用 设计师眼中的前门北京方 古老上野街区 如何实现古今交融 两个建筑之间的 它是一个对景 正好对着国家金融宝单位 叫做千香义 所以就做了一个 具有学院派风格的 古典的住廊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67集 北京古城的复兴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大运河市之组 继续新走在北京南螺骨巷 吴晨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 他负责了南螺骨巷的整体保护 整治和复兴工作 他说南螺骨巷的治理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 当时这里的菊儿胡同是危机漏的典型 一个院子中四十多户居民共用一个水龙头 1987年两院院士建筑学家吴良雍 主持了对这条胡同的微房改造 该项目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吴良雍就是吴晨的父亲 我们现在来到菊儿胡同了 其实这条胡同大家都知道 也是个著名的那条胡同 而且这条胡同是当年您的父亲改造的 这儿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胡同 那么应该说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名声要比南螺的主街还要知名 我们现在还可以感受得到菊儿胡同 它还是以居住为主 而且生活氛围非常浓 八十年代开始启动 然后到九十年代初 菊儿胡同的试点工程完成 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有机更新 有机更新是按照原有院落的机理 建类似合园 形态上相似合园 房子却是楼房 类似合园将南方里龙和北方院落有机结合 各户有独立的现代储位手势 从这儿你可以看一直可以向北看 我看到一个直向子 这直向子其实是借用了中国南方的一种设计的概念 这叫火象 这火象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火象组织不同的交通 这个人流 然后这个回家不同的院落的交通 吴老师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院子 就是以前四合院的大院吗 对啊 就是四合院大院 所以这个树就是原来在30年前修这个菊儿胡同的时候保留下来的树 真的啊 所以每个树 每个空间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院落的格局 楼房高低错落有致 天台和露台巧妙穿插起间 不同院落之间可以互通跨越 容积率适中又具有中国特色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作为案例进入世界各大高校的建筑学教材 也一度称为外国人最喜欢居住的北京胡同 30年后对南罗古象的改造 规划设计师们提出了新的概念 微更新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微更新 这跟这个菊儿胡同的有机更新已经产生了变化 落在这些院子的更新上 微更新体算在哪 微更新在现在当今的形势下 我们对于它的原有的历史的记忆和历史的信息 保护得更加的严谨 然后要求我们跟每一户的居民 他们具体的诉求是什么 是一种申请式腾退的方式下产生的微更新 就是说它是在居民自愿的基础上 然后产生的一种更新 老程微更新 可以说是在城市治理事件中 检验新发展理念的一块试金石 吴臣说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 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拆减 而是为每个院落量身定制方案 一远一侧地进行微更新 它搭建平台 引入了多个设计团队 最高峰的时候有30多个团队 共同参加了我们整体的工作 应该说每个建筑师 他对于北京老城 有不同的这种理解 他对于居民的需求 有不同的解决的这个方案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示范 一个试点 通过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南罗 这个四条胡同的 前期这两年工作的梳理 我们可以整理出非常多的经验 这个经验对于现在首都工农核心区 批复之后 我们说占有北京25% 大概在四分之一 现在是22% 远期要达到26% 就是四分之一历史保护街区的 这种大的格局的更新改造和提升 应该说是都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吴晨今年53岁 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 他赴英国留学工作了十多年 归国后 他看到高速发展的北京 不断涌现新的建筑 面对衰落的老城该如何保护 他提出了我的中国方案 也就是城市复兴理论 他先后担任北京南站 中国石油总部大厦 北京最高建筑 中国尊的总建筑师 而他清楚心血最多的 还是旧城改造 我觉得我们前面 马上走到的这个地方 一定要隆重地给大家推荐 不仅是给本地人推荐 包括给游客推荐 因为这个是大家 对 以前没有见到过的 可能很多人都来过南罗古巷 来这个胡同里面走过 但是真的能看到一条河在眼前 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 走出羽儿胡同西口 我们来到玉河边 明代之后由于草原衰落 玉河水量减少 逐渐干涸 1954年改为暗区 2010年 吴臣参与了这一片区的规划设计 老北京人记忆中 水川街巷的场景得以重现 这一段是十年前 开始陆陆续续地进行修复 那么恢复了大概有一公里长 那么以后我们希望 能够把东边的护城河 这个黄城的护城河 能够恢复起来 那么再往南沿 现在我们也恢复了一段 叫做这个东三里河 也是大概一公里长 也非常漂亮 这是在前面的东侧 因为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2020年 胡物院批复了首都功能核心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强化了核心区两轴 一城一环的空间结构 两轴中的长安街 发挥国家行政文化和国际交往功能 中轴县展示传统文化精髓 体现现代文明魅力 一城是指推动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与复兴 使之成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区 一环是指 沿二环路的公园环 展示历史人文景观和现代首都风貌 在首都功能核心区里 新的建筑如何与历史风貌相融合 吴臣带我们来到前门 自明代起 这里就是店铺林立的商业区 2011年 前门地区开启新一轮改造升级 吴臣主持设计了这个项目 将这里打造为北京的文化新地表 北京方 吴臣说 与胡同四合院不一样 前门在百年前就是风格混搭 引领潮流的地带 那么这种建筑现在是市级的文物保博单位 也是中国的第一代的现代意义的建筑师 杨庆宝先生他的作品 这个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迄今将近九十年的时间了 上面那些云文 然后彩画的这些装饰 包括窗下的那个雀屉 窗的脚部的雀屉 还有流利的门头 都可以看到那时候建筑师 从海外归国回来以后 受过经典的国外的建筑的训练 如何的充满的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然后尝试把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结合 其实在那个年代看到这种建筑 应该对当时的百姓来说 他们也是很大的冲击 是 也是一种努力和创新 1900年 前门地区的几条胡同毁于战火 中国第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建筑师 杨廷宝 沈丽远等人 对这里进行重建 当时他们就尝试把时代内涵 注入古老建筑 如今占地3.3万平方米的北京方 保留了原有的单体建筑 并邀请七位建筑师 对沿街建筑进行设计 形成的兼具胡同和广场 及商业 酒店 餐饮 文化艺术空间 与议题的开放式街区 人们称它中国式生活体验区 北京方的我们说 现在是网红达卡地 这个片区当中 我们也尝试着用最新的语言 跟传统的语言相结合 实际上时代是在变化的 我们的设计也是在动态的 这种变化的 也不光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 也同时能够迎合和引导 现代人的它的审美的美感 从北京方的建筑露台 可以眺望天安门广场 二者的直线距离只有200米 前门接触的保护和改造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2004年开始规划设计 至今这项工作进行了16年 吴臣也将自己的情感和经历 投射在这片街巷 他说 古今辉影中西结合 是他遵循的原则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 像取景器一样的地方了 对啊 在这儿呢 我们两个建筑之间的 它是一个对景 正好对着这个中州县 还有一个国家金风宝单位 叫做千江义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体现出 这种空间序列 一个呢是我们做了个柱廊 所以在做柱廊的时候呢 就是儿时的记忆 因为我们是在青花园长大的嘛 就是焕发在我们的这个脑海之中 所以就做了一个 具有学院派风格的古典的柱廊 那从现在看呢 它的这个整个的形式呢 跟我们周边的建筑 跟新的建筑啊 还是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个算是您自己的一点 小小的情怀 然后藏在这儿了 对 小情怀 北京房里这样的地方多吗 有很多地方 真的吗 对啊 所以也就是只有跟着您走在里面 才能够知道 哪是您埋下的彩蛋 对 所以要听建筑师讲述的故事 那您把这么多自己的记忆也好 情感也好 其实都把它在这些砖块里面 石块里面堆砌在建筑当中了 在您眼中在国外住了那么多年 再回来进行这样的改造之后 会让您重新认识北京吗 当然了 我们不光是重新认识到北京 而且如果能够亲身地 参与到北京那种变化 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幸福 吴枕说 当他凝视这些建筑的时候 仿佛在和时间对话 也在与当时的人对话 这是他灵感和动力的源泉 北京方列项目是从2011年开始 2012年开始 现在我们只是完成了第一期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推动第二期 等第二期完成的时候 又跨越十年 人生能有几十年 那您愿意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值得一辈子 值得一辈子 拥有三千多年建成史 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 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产 如何把这些珍贵的遗产传递下去 从永定门附建 中轴县深移 到故宫大修 再到北京百阶千象的整治提升 保护古都风貌 已经是我们的共识 也是切实的行动 在北京像这样的古老街区 经过更新之后 都焕发了新的活力 其实北京能够成为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是历史的选择 而在人类历史当中 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我们 是每一个人的选择 古都的保护与发展 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 在北京 几代的城市管理者 规划设计者 建设者和生活在这儿的人 都为之而努力 并且做出了勇敢的尝试 为的是让人们感受到和谐宜居 也为了让这座千年古都 能够重唤古今辉映的风采 保护好它 并把它完好的 交给我们的后代